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实用的东西 头灯 它是菲尼克斯家的HM652-T 每合金月A跑头灯 提到头灯只有一个词实用 工具属性非常的强 像小植 拐角 钥匙扣 远射等手电 都有非常多的把玩属性 头灯当然也可以把玩 只不过把玩的属性相对来说少一些 毕竟主要场景还是戴在头上 把玩的空间和场合并不多 当然也可以戴在手上 或者是固定到背包的肩带上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物体上面 这个更多的是实用属性 这款头灯定位于约约跑 头灯在约跑和户外徒步领域的需求是高度重合的 此外最大的特点就是经济属性 约跑是比赛 跑动较多 更侧重于轻量化快速调节运动稳定性 当然日常也可以用 毕竟最大的优点就是解放双手 不用拿着也可以齐行用 让视线一直跟随你的目光 这点比固定到车上要方便一些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灯的详细情况 先看一下体积跟重量好了 我们先看体积 这是AirPods Pro 实际上并没有比AirPods Pro要大多少 这部分都是软的 是有弹性的 可以压缩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重量 机器的重量是92.6克 官方给出的数据是91克 加上电池之后的重量是143.1克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电池 电池是1860规格 容量是3400mAh 1860电池规格的头灯 在户外徒步 越野跑头灯领域中 都是中等偏大的 因为现在还有很大一部分的 户外越野跑的头灯 电池规格是更小的锂电 或者是一到两节的这种 7号或5号电池干电池供电 再大的话 像2170电池规格的头灯 就偏工业和户外搜救用途了 而且偏重 对于需要跑跳 或者长距离的户外行动中 对头部都不是一个很小的负担 1860规格的电池 之前也说过 便携和性能平衡的都非常的好 最高流明是1500流明 最远射程是170米 无论在户外还是城市都很能打 而且和大部分的小纸笔也不逊色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灯 左侧的这个是偏聚光 右侧的这个是偏泛光 这个光碑呢 能看出来它是有一点点橘的 有点类似于玻璃或者铁锅上面的那种吹纹 它也不是一个纯聚光 它还是聚范兼固 灯珠是SSD40白光 中心的招式角度是15度 外围呢是75度 是这样的一个光板组合 偏聚光聚范兼固 光线呢更远更亮 复杂的情况呢也是可以看得清的 右侧的这个呢是偏泛光的 它的灯珠是S3的中白光LED 这个看起来很有毛玻璃的那种感觉 从这也能看出来它是一个偏泛光的 它的照射角度呢就比较广了 是95度 范围非常的广 而且光线比较柔和 上下和两侧的这个视野呢会更加开阔 它的档位呢设置也是非常的简单的 左右两个这个档位各控制它和它 互不干扰 在关机的状态下呢 长按开机 长按关机 在开机的状态下呢 轻按是一个档位的切换 这个灯筒里 都是三档低中高 低中高 长按关机 在关机的状态下呢 按一次是可以看到电池的一个余量的 还可以进行锁定 双按或者是单按三秒以上 当发生闪烁了 说明现在进入一个锁定的状态 看现在就不好使了 那怎么解锁呢 双按 现在就进入解锁的状态了 它不光是有这种电子的房屋处 还有这个挡板 实际上啊 头灯 带到你头上的时候啊 这个角度基本上都是 要有一些抚养的 不是完全的贴到这儿 它在你头上的时候 你只有把它掰下来一点 你才可以铺路铺的很清晰 或者是照相远方的时候比较清晰 所以它这个设计 我觉得是非常的棒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在室外看一下它的一个表现 好 欢迎回来 能够看到它的这个室外表现呢 也是非常的棒的 刚才的这个档位呢 我想总结一下 它一个按钮呢 控制一个功能 远比一个按钮呢 控制多个功能 要简单可靠 在紧急的情况下呢 操作路径短 记忆负担小 当然了也不是按钮越多越好 因为它会占体积很重量 现在这样的设计呢 我觉得就非常的好 简单清晰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充电 这个充电口呢 是有一个香蕉塞的 这个香蕉塞的质感是非常的好的 质感非常的棒 Type-C充电呢 是比较友好的 如果你有其他的Type-C设备 需要充电的话 你就不需要带个Wide线了 可以直冲 不需要把电池拿出来 而且呢 它可以在充电的时候 边充边用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防护等级 IP68的防护 水下呢 2米工作30分钟 防跌落呢 6个跌落面 2米的跌落测试 都是通过OK的 元器件的工作温度区间呢 是零下35度到零上的45度 如果是低温的话 你需要换低温的电池即可 这些呢都是官方给收的数据 因为疫情的原因 暂时没有时间和条件 去户外徒步 只能给大家念一下官方的数据 不过我非常相信 菲尼克斯的品质 接下来呢 看一下这个头灯的灯带部分 我觉得这个头灯的灯带整体非常的好啊 一圈环绕 没有顶带 是这样的一个设计 没有顶带呢 是有好有坏的 先说坏处吧 坏处就是 没有顶带呢 相对不稳 注意啊 这里说的相对不稳 是相对自己不稳 控制变量法 在这个头灯别的情况不变的情况下 加一根头带 对这个负载和稳定肯定是会好一点的 属于有比没有强那么一点点 为什么说强一点点呢 因为在环绕一圈的头带 本身不够稳定 产生下滑的时候 这个顶带呢 才会发挥作用 现在没有顶带的情况下 就已经佩戴非常的舒适了 运动稳定性也很强 不会下坠 所以能提供的帮助呢 是有限的 而且大部分头灯的头带宽呢 是26毫米 还不是全部都带顶带 比如说 像这种头灯的头带 是26毫米 而这个头带呢 非常的宽 是36毫米 给大家比一下 很明显看出来 它是非常宽的 宽了10毫米 可以说是弥补了一部分 没有带顶带的性能损失 相比26毫米的头带 36毫米的头带呢 包裹更舒适 不勒头 运动过程中呢 稳定性也很棒 而且有打孔 有打孔 透极性非常的好 少了一个顶带呢 它的重量会更轻 其次呢 拿出来不容易打结 这个真的不是胡说 因为带顶带的这个头灯 我也是使用过的 从包里面拿出来的时候 它很容易打结 你要整理很久的时间 相比它来说 因为你塞的时候 都是胡乱去塞的嘛 在户外的时候 你也不会特别刻意的去整理 然后就是没有顶带的话 会少这样的一个塑料的位点 不要小看这个塑料位点啊 这个点位尽量是越少越好 因为你在长时间的使用的时候 这个位点会摩擦你的这个头部 或者是皮肤 也会造成一些挤压 就会很难受 再有就是夏天 你能少一块布料 就多一份清凉 这个头灯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它有这种快速调节系统 官方对它的定义呢 是SPORT 灯带调节系统 这个是它的这个悬扣 现在呢 是一个锁定的状态 向顺身针方向旋转 即可收紧 怎么解开呢 往上一拉 就是一个松开的状态 按一下 调节非常的快 在带上的情况下呢 是可以单手操作的 这个完美的体现了越野跑的这个特点 就是你要为竞技服务 你要有竞技目标 所以快速调节对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你不需要去双手站在那慢慢的去调这个东西 再看一下灯带上面的图案 这些图案呢都是反光的 接下来呢总结一下 我觉得菲尼克斯家的东西就不用多说了吧 他们家的东西一直以稳定和可靠著称 而且头灯本身就是工具属性非常强的一个东西 花头就很少 在你长时间在黑夜中需要操作解放双手的时候呢 头灯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值得推荐 这个头灯呢也是我在网上选了很久啊 才选出来的 我看过很多这种低于18650电池规格的头灯 性能呢都不是很够 都不太满足我的户外需要 而L700规格的电池呢 它的头灯的这个能力啊都是非常的强的 可是呢对我来说又有些重 最后呢我就选择了一个就是中等规格的 头灯是18650电池规格 它的这个性能续航还有这个携带能力呢都是非常的强的 总之呢这个是我搜了之后啊 觉得市面上非常不错的一个头灯 值得推荐 谢谢观看